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大家好,我是Ke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1至10月每天超過100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故就是這樣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Signal IG、TG等等 盡快將所有資金 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3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級堂更新 機會來了 最新的6小時1至15集補級堂 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9小時 港義加1至15補級堂 這兩個產品 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始終覺得在好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放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還有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 你收睇的是CC新聞 並如何支持 2次台灣大選經歷曲 中人山 可是台灣新一輪的政治角力 只是剛剛開始 在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 三個黨派何去爭取最大利益 如何鞏兩年後的九合一大選 甚至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CC工作室全新节目系列 台湾新政局正式退讯 Patreon及YouTube会员 独家优先收看 敬请留意 多谢支持 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出席黄埔军校百年校庆 总统赖清德这番话 被认为是在打脸 曾经抛出这论述的前总统马英九 主张要避战的人都视为投降主义 那请问这样的政治攻击 对这个赖清德政府有什么好处 不要再动辄的去 希望能够挑起两岸紧张 我们从来没有求战 总统的主要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有强化自我保护人力 不止马半跳脚 马英九子弟兵也帮忙考公报 马总统引述的就是 2018的国防院的报告 跟投降主义没有关系 关键是政府要有能力 有信心急迫中共首战及决战的战略想定 没错吧 是这我们努力的目标 两岸角力还包括主权认定 总统再度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让国民党立委气炸了 您承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土地图 我只能够跟委员说 如果要照您这样讲的话 那外蒙古 现在这个地方所画的外蒙古 我现在是从中华民国的角度 我们要跟谁统一 我们现在并没有再采取反共大陆的政策 是您不采取反共大陆政策 还是我们全中华民国的国民不采取反共大陆政策 就说包含中国地区的国民政府就行中华民国地图 让顾立雄傻眼到忍不住笑了 这还没完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他矮化台湾 抛弃中华民国的领土 本期以为赖清德总统 他才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者 我们火深深看到一个从19世纪 各位网友大家好 来到6月18日星期二 昨天因为有意外 影片没有了 touch wood 今天不要再来 不可以撑多少次 虽然昨天做Live又做Live是好玩的 跟网友互动一下 你们也很支持 可能会体率一下 打上一下 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也不是太想这样 因为要用多 因为时间也很紧逼 OK 现在新的地方其实没有串进 没有串进 昨天又有一些朋友来访 招呼一下 所以 又是 继续等上网 还有 还未好好地去想一下 究竟新的studio应该如何 设计安排好 其实是想得起心肝去整好 因为 我现在在屋房里录音 没有了桌子 有个屏幕就很接近我 还有麦架就不是很稳定的 要说 其实我也在想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 所以我希望这几天 很稳定的起心肝去想一下如何整理好 studio 但是我又没有什么设计的 我又没有认识室内设计的 或者上网看一下 参考一下 当然 主要原因是不太够钱 你够钱一定会解决到问题的 我没有理由豪庄 豪庄的小条 有钱我请别人帮忙 所以今天是录播的 但是也拜托大家多多帮忙 今天特别 今天是台湾新政局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这集节目就会录下推背图 也宣传一下 我们CC工作室的Patreon节目 Patreon节目今天也上了一条 不过比平时短一点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或者我再补充多一条 除了希望Patreon网友满意之外 实在因为累积太多话题 不过的确要看我的时间 又要看这里的装修进度 如果突然下午转场的话 我真的未必够时间录到 因为今天下午我就要录《经济佬》 再之后有《焚化露》 今天6月18日 即是说距离520 就是一个月了 我突然想起 自从我上个月 说完《賴清德》之后 我的YouTube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那条片的view数 距离低 然后之后出现了很多黄标 是不是我们的频道 竟已有幸 被有关单位盯上了呢 明显地 我之后的view数是没有少到的 多谢你们支持 我们的view数没有少到 但是我们的上客量 明显减少了很多 你可以说不是 6月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6月之后又有23条通緝 可能有些人退订 不知道 总之就这么臭 我一说完《賴清德》之后 就上客量极少了 各位网友 我记不记得我们有个7月要去到 7月要去到 7月应该到7万 目标 太多词了 不好意思 7月去到7万 当时的计算是每个月有1000人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曾经订过2026年有10万的目标 当时是因为多了KC博士的加盟之后 我们的订阅人数差不多每个月有1000至1400人 用这样的计算我们7月会去到7万 然后我们去到2026年 就会去到10万 但是如果用回这个月的订阅 是没可能达到的 我们上个月 YouTube有的数据 对上一个月左右的订阅 我们是少了一半 新客量 新客量少了一半 是由本来1000至1400人 只有500个新订阅 只有500个新订阅 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被YouTube盯上了 亦有可能我们的节目做得不太好 未够好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是面对现实 但是要保持目标 这个7月到7万 的目标我们不会 其实6月尾要到的 7月要到的 7月要到的 希望7月之前能到的 现在很大机会是不能到的 也很难的机会到10万 不要说7月到2026年是不会上就 就只凭我一人之力 那样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现有情况 又怎样呢 就要想办法 就ir 理和你说那个YouTube的收入 其實是佔我們的平台收入越來越的比份是不重 如果是重的話就餓死了 不要說我現在還要聘請一個Part-Time一個Full-Time 接下來還要租多Studio 至少要聘請人 但我們當然要看這條數 所以Youtube收入不是說佔我們很重要 但畢竟是收入 畢竟花了這麼多時間 每天一個小時的直播節目我準備了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每天三個小時 每天三個小時 可能兩三個小時 然後一個月二十集 說這六十個小時 還有小編幫忙剪刀笑談中國經濟 幫忙剪刀KFC 幫忙剪刀星期六日上的Patreon節目 這裏加上百多個Working hour 還要出居馬費 如果我們現在的Youtube收入 基本上是不可能圍堵 所以我們不是抱怨 我們不是靠Youtube收入 不過為何要定一個目標 七萬八萬九萬十萬 是要我們的平台要有目標 我們做人要目標 還有要證明我們能夠再次達到這個成就 有什麼不可能呢 我們要相信我們能夠改變到和改善到 但現在看到極其困難 所以如果大家有餘力 當然要相信你們安全的情況下 幫忙訂閱 幫忙加入Patreon 還有幫忙多謝打賞 但不是就這樣叫你幫忙 我們要吸引你 所以在Patreon節目裡面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有兩個Patreon的平台 一個是私事工作室 有所有的節目 一個是我們的財富BB班 財富BB班就很簡單 不太多介紹了 私事工作室裡面有三個級別 一個是細火 一個是中火 一個是大火 現在再多一個叫財富BB班 這裡可能有少少混亂 慢慢跟大家解釋 細火是最簡單 有我們最簡單的節目 其實也不簡單 因為有我們的節目就是推背圖 和台灣新政局 基本上一個星期差不多有三至四集節目 即是說一個月 都是有接近十集以上的節目 而只是五元美金而已 中火是比較財經向的 也是有推背圖 但有些財經節目包括 包括之前的爆粗港股 華爾街豬套日報 金融小記 和所有財經節目的一些聲音檔 大火就有所有的節目 兼有閒話加上 現在最新的級別就是財富BB班 就是有財富BB班 再加上其他所有節目 如果你聽下去 以後 今集的內容就會有少少像Patreon節目的內容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 覺得值得支持的話 敬請感謝支持 歡迎介入 好了 這個放了很久 這是誰來的呢 他現在出名過很多 他是真網紅 首先這集我們說台灣的東西 這集就是台灣新政局 平時的內容 一集是說不完的 因為還有一些內容我都可能會放在台灣新政局 包括 徐考心爆黃議村的車牌等等 很花生的 但這件事為何值得放在一點新聞和大家說呢 今集就說何謂統戰 就是講統戰 準確一點 就是中共怎樣 統戰台灣的藝人 網紅 香港有沒有呢 或者曾經有 現在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哪需要呢 不需要 但台灣相當重要 有好幾個原因 包括 昨天說過了 你經濟不行 你現在就要拿水泡 香港基本上是打開門任你拿的 沒所謂 勝在任你拿 沒什麼所謂 台灣不是 還有台灣由於在民主政制之下 主流民意 不是依附於你 我都不要說反共抗共 主流民意 是本土主義 更主流民意是互不遞屬 是互不遞屬的 不是說你想拿就拿 你看到這次 本來想通過國會法案 再通過花東三法 然後問你拿錢 之後什麼法案都覺得不行 清了行動 人民看在眼內 人民起來反抗 這件事之後會建築 整個東盟 整個印太 例如菲律賓 我認為 OK 所以 第一件事 唯有要加大統戰 怎麼做法呢 不能夠正面來的 就滲透 藝人全部表態 但藝人沒有影響力 你叫五月天說完之後更麻煩 更黑人爭更反感 所以 唯有找一些網紅 希望 希望等他們做一些統戰的工作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要交貨 要接觸交貨 7月 三中全會之前 這是中國方面的時間表 台灣方面有什麼時間表呢 我們稍後也會講講 從明天開始 6月19日 一連三日 到星期五的6月21日 將會是 立法院再次 覆議 覆議 即是重覆 再審議 這條國會抗權法案 如無意外 在藍白的大多數 當然有機會有意外 有機會走票 但應該都會照過 照過之後就到釋憲 所以程序是照走 照跟程序走 但是場外 的集會 民意聚集 非常重要 而今次是藍白陣營 吹大計 基本上是藍營 白營就沒有收皮 國民黨今次是吹大計 他不可以在集會上 再被清料禁止來打 被民眾黨有口實 就說你是違反民意 於是今次是吹大計 所以今次621 會不會像上個月524 即我去做直播那次 前前後後 這樣情緒高昂 我認為情緒高昂 人數未必很多 人數未必夠上次多 但是不要緊 因為青島公路很小 何況你藍營吹大計 就會迫爆 所以一定是人聲鼎吠 其實很值得做直播 但我真的分身不下 所以會和大家繼續關注 台灣的議會攻防 香港人是有責任關心 亦都值得關心 我們先講統戰 上一次我很有幸 野生捕獲了兩個真亡熊 一個是四叉貓 一個是八炎 八炎 那些影片全部都是 極度反共的 包你看完之後出一身汗精神爽利 真的相信我 因為網友有時會發訊息 例如看到羅冠聰那宗新聞 例如看到 47人案 有什麼辦法幫自己充電 看八炎絕對幫你 看完之後 包你爽壞壞壞 飯也爬兩打 OK 一個是佈獲了八炎絕 一個是四叉貓 這個是另一個 極度反共的網紅 就叫波特王 又是百萬youtuber 100萬 八炎就好像九十幾萬 這個就是100萬 台灣的youtube生態 超級爆炸 OK 這位就叫波特王 他的影片都是非常嘲諷小粉窮的 OK 你看他的youtube的牌頭也看到了 這個你看 我沒在教股票投資 只有教育共投資 神經病 好瘋 好瘋 好了 他全部影片都是說這些 話說他就爆了 原來近來 最近 近來 中共就透過一些大外宣單位 招攬這些 所謂的台灣網紅 做些什麼呢 包括 請很多人去中國的不同地方 去宣傳拍攝 其中一個就是包括成都 之前那宗好紅的鍾鳴軒事件 就是疑似的 鍾鳴軒到之後發覺 都不是那麼差 其實OK 其實有些事情可以有辦法談 其實就是這樣 他鼓勵你engaged 有些網友搞不清楚 他也有罵罵中國 小馬大幫忙 重點是想你們engaged中國 因為你一進來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走出去 你來一次 吃誰之味 是不是 還有他後面 他現在很懂得玩YouTube的玩法 你出一條片 比如說說中國的 OK 灌view給你 灌 donate給你 你是上癮的 是不是 這些網紅 有他網紅的做法 有他網紅的自己的想法 一些不紅的 三四五六七八線的那些 我做那麼多片 view數越做越低 YouTube越來越難做 是不是 突然間 請你過去 你過去拍攝 可以了 你不用說什麼政治的 你說一些 生活化的東西 可以了 隨便你說 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一做完之後 本來平時的片 幾萬mill 一條片十幾萬mill 還有可能幾千元 然後還有一些文化部 之後再灌給你 灌一些業配 灌一些贊助 灌一些show給你 你很難脫 這個是跟藝人如是 YouTuber如是 OK 有幾種 說這些藝人如是YouTuber 有一種 他本身是大中華的 這些可能是老一代藝人 有些是真是奶的 譬如譚詠麟 陳百祥那些 他真是奶的 有些他本身是大中華 他不說話的 他純粹覺得 他真心覺得他是中國人 這是他的立場 每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有些就是奶 剛才說過 有些是他真的賺不到 他可能很有歌藝 很有才藝人 演藝才華 他認為 他認為這個東南亞市場 他無法發揮 進去中國 隨便賺到省份 隨便賺到省份 隨便賺到演唱會 好像那套火星人 那套Marshian 很喜歡火星任務 不是火星任務 Interstellar 現在不怕穿繳了 過了這麼多年 這個 最後發現 McConnell 最後發現 上了一個 星球 然後被那個科學家陷了 然後陷了那個 跟他說 就說你不要judge我 你沒有受過考驗 你沒有受過考驗 我看這些新聞 都會想起 大家不要介意 說一下其他事情 比如 最困難 我搞網台 或者最困難的其中一個年期 就是 可能1617年 我第一次全職做網台 完全搞不定 完全是 沒有 沒有方向 沒有收入 資不抵債 什麼壞事都有 自己要貼這樣搞 1617年 大家很多人都有回中國 那個時候 突然有人說 把你的影片 放上去 可能那時候 不知道還有沒有 休憩 土豆 你不如介紹一些淘寶的東西 上去介紹一些飲飲食食 給你一些錢 譬如說不用多 一萬幾千 我們不值那麼多錢 你真的會想 你進去之後 你能不能出來 所以 要創造機會給自己 不需要吃這碗飯 你說的大聲而已 現在發覺 不是 反過來 你要吃中國這口飯越來越難吃 看起來那些藝人就好像很風光 對嗎 反過來你看這個世界 這個長城以外 那個境不差 起碼我用投資者的角度 我覺得 投資和你賺食是一樣的 假設你用投資去理解賺食的話 你這幾年如果你賺大灣區的食 就等於你買中港股票 反過來 如果你反過來看這個世界 台股 晶片股 印度股 日本股 喂 所以為什麼我 要立即今年出一個財富BB班 就是要 尊揚這些投資的概念 然後 藝人方面如是 越來越多人去覺醒 我的錢放在這裏有風險 我的錢放在外面有回報 我繼續在大灣區做事 風險越來越高 我不是說你一定賺到錢 譬如你香港一定賺到錢 中國可能賺到錢 但風險越來越高 你賺到的錢你可能突然間賺到錢 有錢你未必拿走 而外面的世界越來越好 你會怎樣選擇 這些 這些是深耕細作 這些是長線投資 好了不知他去哪 扯到外太空 我們講回台灣的壇事 波特王就展示了 近來一些大外宣 統戰的邀請 說各方各面都有 請一班人去成都去唱好 甚至 會組一個政黨出來 請一些藝人做政府主席 呆了 你聽到好像天荒夜譚匪夷所思 不是的 不是的 不出奇 中共的統戰 你稍微了解中共統治方法 其實一點都不出奇 一點都不出奇 現在你看到國會搞成這樣 中共開始鋪路 九合一 甚至是2028年 是不是2028 2028 沒錯 最快的捷徑就是找一些 因為他不只是找藝人 找一些知名道藝人 你要過去找食 我當然統戰你最好 最好就是一雞兩尾 這些藝人又願意從政 再聯繫一些之前退下來 三四線的政客 給你一些好處 讓你又組黨出來 其實一點都不出奇 你覺得 匪夷所思 我們儘管看看 儘管看看 合約是怎麼說的 跟香港畢竟不同 這個我也必須要說 可能台灣的市場就夠做一點 台灣的生活沒有那麼艱難 很多藝人 出來說 我寧願不吃你的口飯 這件事是台灣人 其實你真要珍惜的 第一個波特王出來說 他立即被人瘋狂攻擊 立即被人說 你以前也有什麼廣告 他又解釋了 但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不要說我認 我不覺得他之前那些是一些 奶共的行為 或者鬼的行為 看看他現在做什麼 看看他現在說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 他第一個出來 當然是繼續爆料出來 第二個 謝和元 一個rapper 亦都爆了出來 就是 呼應了 他爆了什麼呢 他就爆了 這個post 幾天前 這樣說 我們選了重點 因為我後緒太多 從2024年起 每年我們都會安排 你以台灣 雄和黨副主席的身份 為至少10家在大陸的台資企業或河南省工商業聯合會的會員企業拍攝形象代言廣告 僅此一行每年你能獲得的代言費合法收入將超過1000萬元台幣 你就這樣聽說 哪有可能 這是騙案 或者是 或者是 又或者他 大海 魚翁殺亡 撩得多少個藝人就多少個藝人 是不是 天之地之 當然不會給你 問題就是 剛才我說的 有些你找不到吃的 或者你是做過藝人的 做到你生窮水盡的 為什麼不 試 不出奇 但是 正如那些電話騙案 為什麼會這麼多 香港為什麼會這麼多騙案 香港騙案是很誇張的 每天過百宗 因為你殺得多 因為 只要人有絕望 他就有機會上調 是不是 好了 再有下一個 這個 柯爾奇 他就 整 所有的整封信都訂了出來 不是一個兩個三個收到 除非你當作是一個整體的惡作劇 很過癮的 柯爾奇他展示了整篇文章 這裡 就是這樣 要希望這些藝人發表 建構新營兩岸關係 就是 要什麼呢 要6月21日以前發表 6月21日發生什麼事 就是 國會抗權法案覆議 各位網友現在共產黨 vs 文明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戰線 就在台灣 所以我是戰地記者 真的支持我 真的 無論如何這份建構新營兩岸 特警新人類 兩岸關係 都要趕在6月21日之前發表 不言丁說 恐怕會失去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在下 在下個月大陸要召開三中全會 是不是批不了錢 主要議題包括 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這個深化改革 研究幾十年都還可以全面研究深化改革 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發表建構新營兩岸關係能夠為三中全會的所有 參與領導 帶來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雖然在這個 提出的十項建議 明免上 明免上 這是什麼中文 明免上收益者是2300萬台灣民眾 但是由於這些對台特位政策都要在大陸實施 因此14億 大陸人民同樣可以受惠 能夠有效解決 中國股市增量資金不足 指數上漲乏力的問題 並且增加數百萬就業機會 你可以質疑他的真偽 但是如果是真的話 就和我之前的分析完全一樣 就是因為當他現在經濟很不動 他就唯有拿起 大家有沒有看電影的那些奸局 不夠頂了 就隨便拿到身邊來頂呀頂呀 現在他的經濟下陷 就要找人找錢 一個是香港一個是台灣 只有這麼多 香港不用找就找台灣 就是這樣 那麼多統戰工作 大家不免要質疑 你台灣還有什麼 那麼就有一個台灣的評論網紅 叫溫朗東 你可以說他編錄的 他國會抗權法案 吊到南白吊到爆 他現在就吊爆這個文化部長 我也吊得對 這個文化部長當然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新上任 這個是非常之出名 叫小野部長 這個小野部長 這樣呢 就 呃 上任了我想 先說吧 他就比總統新一點上任 因為他是行政院那邊 OK 這個就叫李源 一個很出名的作者 編劇和電影人 都好像做過創作者 我不是說很熟悉他的作品 不過當他上任的時候 他是其中一個爆冷人選來的 他也請了出來 但是你文化 作品文化功力有多高 不代表你懂得 應對統戰 滲透中共 溫朗東就說幾件事 就說 由這個 鍾明軒事件到現在 三四個月 你看到中國不斷出這些統戰 統戰的藝人 你 還有剛剛的金曲掌 關你事的 文化部 你知道找誰做表演嗎 找王力宏 一次過跟你算帳 你知不知道現在面對什麼的戰線 你現在面對中共滲透 你不懂就不要做了 我也罵得對 是不是罵得對 監察得對 這個你要應對 在這件事上 首先講過 有很多KOL 去了成都做宣傳 有些不中父居 有些不關事 譬如這個叫 余閣 他也是百萬youtuber 你不要看過這張照片 好像比較素顏 比較生活化一點 他youtube的照片很漂亮 好了 他就被人說 搞錯 你去成都 他說 搞錯 我真的 純粹去吃 不知道什麼新辣麵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自揮 現在是不是全部要獵巫 好像麥卡錫時代 我認為 對 我不反對 所有去大陸的 當然要質疑你 還用給你面子 你當然要增加 和中國 engaged的成本 香港的形勢 反過來 香港我阻礙不了勢頭 每個人都回北上 很多親朋職友都回上去 難道你們怎樣 全國都屌 但是 現在他們上去 反而會 搞 令到香港零售更加死 OK的 我覺得OK的 我們是無實主義的 無實主義的 但是在原則上 任何和中共engaged的 當然是全部 在這個時勢裏面 除非你夠膽進去 揭露秘密 沒有可能 你在做宣傳的 我當然是質疑了你 我覺得完全對 正如 如果他一天 你突然看到 Kelvin 無緣無故去北京 說你講萬里長城 你當然是屌我 可能有些網友會說你當然是有原因的 你是不是有苦衷的 那你當然是質疑了我 你當然是說了我鬼 是應該的 現在敵我分明 是敵我分明 OK 即是 譬如 譬如我現在的 生活態度 盡量一些東西不找MIC 盡量 我絕對沒有興趣 中國 淘寶絕對不會 大陸劇絕對不能看 除非 除非 沒有 除非是很有社會性事件 譬如 即使三體我都沒有看 是不是 所以 我認為這個是反共的 基本 一點都不激 其實我也是很溫和 做這些事情真的很溫和 不再 盡量所有港元資產抽走 OK 當然這個是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因為這個是投資者的角度 不是作於反共的角度 這是投資者的角度 說遠了又回到這裡 好了 藝人如是 藝人如是 藝人也算了 賺錢 你是國會議員 你是立委 你走去大陸 是不是更加 更加有問題 是不是更加值得他審視 所以 沈百陽出了一個議案 要求所有立委 去中國要申報 我覺得很合理 非常合理 給藍白陣營56比49票 不是什麼讀 二讀三讀 不通過 是一讀 都沒有 這裡我們學 挺好的 留意別人的東西 我們學習一下 以時規則 以時程序 其實跟香港一樣 有些遲 是不是 但是他連一讀 都沒什麼意思 在程序委員會上 已經擋了你 藍營那些 藍白那些現在就說你民進黨以前夠blablabla 說真的 第一我沒有說綠營沒有做錯事 但是以我所知 起碼也有得討論 他之後表決他ban kill你 是一回事 他之後大石砸死蟹 是他有做的事 也是他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我人比你多 但是不會不讓你討論 你知不知道 一讀都去不了 是一讀都去不了 因為他有叫程序委員會 你上個議案 你要經程序委員會 就扔去不同的 委員會那裏 然後再 分組討論 那個就叫一讀 是一讀都不給 港都不給港 那你真是知道什麼了 那為什麼 那些議員過去中國 當然有很多好世界 昨天有說過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裏 這些藍白議員當然沒得受不了 藍就沒什麼意外 白就精彩了 民眾黨 阿P黨 王國昌黨 這些張海軍 他過對什麼 兩岸一家親 你之前 柯文哲 當市長的時候 你說要搞這個 這個叫什麼 雙城論壇 當時扔兩岸一家親 如果你用最嚴厲的標準 你都可以先扔掉 但是你可以給一個 當時 當時你要engage 當時你要搞經濟 當時中共也沒有那麼兇 OK 到時候 現在你還說兩岸一家親 你沒有病 那麼兩岸一家親和你中共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民眾黨 這個 民眾黨立刻出一個 出一個聲明 就說他只是以個人名義 不是代表黨中央 這樣也可以 你是不分區立委來的 你是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兼現任立委 你過去參加海峽兩岸 然後你民眾黨可以說你不是代表黨中央 是個人名義 可以有個人名義嗎 這樣也可以 那麼藍營就不用說了 連勝文就說了一句 好笑 台灣也可以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立刻內外不是人 中國網民說 什麼也可以 你是不是意思是分隔台灣和中國 又被人屌 來到台灣本土又被人屌 張萬安現在出來救火 OK 不是我們說中華民國國民 你多說一些 連勝文你多說一些 OK 藍營 現在真的是叫什麼 我這次真的是很厲害 這次一個國會抗權法案全部都現營 這個是代表原住民的 他應該聲稱自己不是國民黨的 因為在這個立委裡面有兩個席位給原住民 他們就掛名不是國民黨 但是其實都是藍營的 包括高金梅 他說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我們習近平付崑其韓國瑜 是背後負責這個國會抗權法 我們習近平 我們習近平 你說多一點 最新一個 就是這條片才厲害 OK 這個就叫翁曉玲 當然是國民黨的 精彩了 他正面質詢外交委員會 他不是外交委員的委員 他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純粹是一個立委 但是他有權質詢國防部署 所以各位網友 你想想如果過了國會抗權法案 顧立雄說完之後他說 你藐視國會 那怎麼辦 不要說平民 他突然說你藐視國會 那你會怎麼辦 當中他問些什麼 這個立委他問些什麼 他說 喂 他問這個新的國防部長 他說 我想問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暴精神是什麼 因為賴清德就說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暴精神在哪裡 他就問他中華民國在哪裡 顧立雄就說 現在就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翁曉玲問 憲法法律上是什麼 顧立雄就說有效管治台澎金馬 翁曉玲出了一張 出了一張 秋海棠地圖出來 哈哈哈哈 紙巾 清了一張 秋海棠地圖 他說 喂 這張 是不是中華民國地圖 這樣 這是 二戰的時候的中華民國地圖 顧立雄說 喂 有外蒙古呀 扑街 有外蒙古呀 翁曉玲就說 賴清德說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難道賴清德是不是承認中共 他叫顧立雄反攻大陸 這個立會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很佩服 很厲害 他要求國防部長反攻大陸 他說這個才是我們的地圖 大哥又是外蒙古 外蒙古獨立了 連中國和俄羅斯都承認 連中國和俄羅斯都承認 講完之後 這個就是我的粉絲 林俊軒說 你這幅周海棠地圖 是有蒙古 還有一些黑澤米爾 有些俄羅斯的地區 他說 你是不是停留在19世紀 你是不是慈禧上身 你這樣也可以 我不是說雙方都有參支的委員 但是我給你見識一下 藍營的委員的精彩表現 看一次 看一次條片 可以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出席黃埔軍 這邊也幫忙找公道 馬總統引述的就是2018的國防院的報告 不是這個 不過先看看 跟投降主義沒有關係 關鍵是政府要有能力有信心擊破中共 首戰即決 這個羅志強就是贏了苗博雅 其實很想罷免他 苗博雅有機會 戰的戰略想定 沒錯吧 是 這我們努力的目標 兩岸角力還包括主權認定 總統再度提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讓國民黨立委 氣炸了 您承不承認這是我們中華民國 來來來來來 地府 我 我只能夠跟委員說 如果要照您這樣講的話 那外蒙古 現在這個地方所畫的外蒙古 我現在是什麼中華民國的角度 我們要跟誰統一 我們現在並沒有再採取反共大陸的政策 是 是您不採取反共大陸 還是我們全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採取反共大陸政策 就說包含中國地區的國民政府就行中華民國地圖 讓顧力雄傻眼到忍不住笑了 這還沒完 作為中華民國總統 他矮化台灣 拋棄中華民國的領土 本其以為賴清德總統 他才是中華民國的賣國賊 嘩 真是不肯定 不肯定 顧立文這樣回答 你反則詢 又可以 反則詢 廟視國會 你怎麼搞 如果通過這個國會抗權法案 可以直接單對單去質問總統 大家想心一層 總統當然要問責 大家幻想如果這個雍曉玲直接單對單質詢 那怎麼辦 什麼質素 什麼水平 所以 很多事在台灣繼續發生 還有澎湖剛剛找到中國潛艇的宗跡 跟大家再跟進 所以再說一次 明天開始 19、20、21日 將會 再次號召清廖 可能會上街 去看著 現在國會裡面的福爾情況 然後 再看著這些法案的通過情況 還有罷免的 進展又會發展如何呢 其實有些比較細小搞笑一點的話 接下來就會看台灣申請局跟大家分享 譬如說之前在 下鄉演講 黃捷大戰 徐口森 徐口森指控 黃耳川 是手機監察 但他自己竟然有一些 跟蹤別人的相片 他聲稱是網民提供 等等這些消息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Patreon 只要是小火五銀雞 或者Youtube園都可以收行 下一個節目就是推背圖 推背圖 也是Patreon節目 一星期通常都有三四集 剛剛 今天就出了第三集 這個系列的第三集 就是推背圖 金融戰裡面的港元風險四支戰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四支戰 跟大家完全分享了 今天就已經出了 三集都已經出了 希望大家好好地去聽 去自己檢視 自己的港元風險 那個Explosion 以及怎樣處理 好了今天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推背圖 講講 講一單舊文 不是很舊 不很重要 就是G7的會議 這個都搞了好幾天 不過實在太多事發生 這個G7 出到來 就有一個聯合聲明 有一個聯合公告 在6月14日 其實只是幾天前 在意大利做 當中的聲明 若莫看了 主要我看來自中國的部分 有28、9次 他在這裡說28次 但我好像搜尋了29次 但不要緊 28、9次是提及中國 當中有三個項目 非常之重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三個項目就是 俄羅斯方面 中國的貿易行為方面 以及講台灣 講台灣 好了 首先 他說他們會繼續採取行動 去 應對 應對 中國 或者第三方國家 China and third countries 其實中國與其他國家 他不說其他國家 不用說名 是你中國與其他國家 怎樣實質地支持俄羅斯 這個戰爭機器 包括金融系統等等 這個都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好了 跟著 跟著中間有些廢話 說什麼中國還很重要 還有engage 什麼天氣 氣候變化 什麼浪費都不用說了 好了 還有 OK 好 他又說 我們不是要傷害中國 這些廢話 不過 我們表達我們的 關注 有關中國持續的工業政策 或者他們的目標 以及非市場的行為 Non-market policies 令到世界產能過剩 Global spillover 你中國都算厲害 你可能是中國第一個 令到全世界產能過剩 市場扭曲 OK 還有一些損害性的 這些生產 生產 就是傾銷 在更加多的範疇裏面 影響我們的工人 我們的工業 我們的經濟 以及我們的安全 我們不是要跟你 脫鉤 We are not decouple We are de-risking 有什麼分別 Decouple 就可以這樣說 他們認為 Decouple就是脫鉤 我們不是脫鉤 我們是分散風險 我們是分Diversify OK 隨便吧 什麼字眼都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是de-risking 和de-coupling 就不一樣 但不要緊 免得觸動你的神經 我們是de-risking 和Diversifying 我們亦都希望中國 可以處理你的出口政策 這些不特別長說 我們講到台灣的方面 台灣是這樣的 首先 繼續支持台灣 有意義參加國際組織 包括世衛等等 只要先決條件不是國家的話 可以做觀察員 嘉賓 這些沒什麼特別 仍然關注南海東海局勢 反對中國在南海 危險地用海岸警衛隊和海上民兵 OK 以及一再阻撓各國公海的航海自由 我們對越來越多的危險演練演習和對菲律賓的水炮表示嚴重關切 中國在南海裡面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根據海洋公約等等 當然還有關注人權 新疆、西藏、香港都有特別說 這是一個措詞也挺強 也算挺強硬的 你可以說 只有把口說而已 所以我們從實質地去說 第一 他說會 take measures 關於俄羅斯 他們真的做了一些 measures 真的加大制裁 接下來的G7會不會再加大制裁 那個 就會牽涉下去 收緊 資金、科技 向中國 香港 這個我們都預視到了 台灣方面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夠支持台灣 能夠加入一些國際組織 什麼身份就沒什麼所謂 國際政治是這樣的 重點是實力 重點是實力 你說他不是國家 你就不會說他不是國家 鄧小平也不是黨主席 是啊 他最後話事的時候 他不是什麼主席 不是什麼總理 但是他就話事了一個 講實力而已 然後 最後 就是講 菲律賓的個位 實質 你猜G7 菲律賓 基本上是沒有得退 在菲律賓的海域 有一件事可以直接說說 又再有船隻衝突 而且因為中國 在6月15日生效了最新的海警法規 他在海域是可以任意執法的 任意扣留你的船隻 其實真的是擦槍就火得好 菲律賓海岸這個位 那個風險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為什麼不能退 因為他始終都是民主選舉 居民是不會接受你這個簡利霸王硬上攻的 這個民意會由下而上的 有在野黨的 所以連小馬康斯都說 你這個執法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這樣會怎麼樣呢 OK 所以我認為美國要盡快搞定以色列 現在內塔利亞會解散了戰線內閣 以下如果停火的話 下一個傾訴就是俄烏 俄烏談好了 全副心機就砍到南海 到時我就不會分析到 預測到如果真的擦槍走火 真的踏了一架菲律賓船 真的有小型衝突 那會怎麼辦 我反過來的問題就是問 你中國就試試 當美軍甚至G7 都在南海進駐的時候 你就試試衝過來 看看誰比較傷 看看誰的金融市場會震盪得大一點 今天差不多了 感謝各位網友支持 希望順利 希望今天順利上載 希望今天順利上載 希望新宿舊能夠盡快啟航 OK 今天的披長節目 會出現金融港元風險的第三集 可能我會有時間容許我再補充 看看會不會再錄一集 錄多半集 推背圖或者台灣新政局 我繼續努力 也要求你們在安全的情況下 繼續支持我們的平台運作 OK 加油 Thank you 拜拜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呀 世界滿日 滿日 馬上加入我們 私事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片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 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馬上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 大家好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過就是這樣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被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你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 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經易開啟了IG帳號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 和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三小時港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堂 機會來了 最新的六小時一至十五集補給堂 經易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時港義加一至十五補給堂 這兩個產品 經易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資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 即刻加入 今天開始 理財投資